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神參與在我們的生命之中 我們有幾個經文 這種言經方式是我常常做的 怎樣常常做呢 就是有時這個經文講A 例如有一個大觀念 有A的角度 第二個觀念講B的角度 第三個觀念有講 或者其他角度 到底集合在一起是怎樣呢 我們時時都很多方面去研究 譬如神的計劃 神的生命的計劃 到底是甚麼意思呢 我又在聖經裡面搜尋 譬如神的計劃有些人就說 這樣的埋怨的話 我曾經試過有一次有個基督 他說我不信神在人的生命有計劃 為甚麼呢 他說如果有計劃 神計劃我離婚呢 那個人是離婚的 他有這麼多問題嗎 當時這個人都很大脾氣 我也沒有再跟他講了 因為他當時說不太接納我去解釋 因為他身份的緣故 他不太想聽 我就一邊搜尋一邊搜尋 我看到譬如約瑟的例子 約瑟會說他的哥哥們想出賣他 但是呢 神的意思原來是好的 你看到這個關於計劃的問題 不是神計劃他的哥哥出賣他 而是神計劃在他的哥哥出賣他的時候 然後又如何去祝福他 即是他計劃不在序 某些人離婚 被人解釋又有魚 有些人發生不好的事 這些都是世人所做的 是最大的後果 就不是神做的 有些人會以為 我心裡每一件事都是神計劃的 我出生是被父母罵 神計劃我 被父母罵 我父母又不疼我 神也計劃我 這樣 這就是一個錯誤的了解 為什麼看得到呢 因為聖經說到 那些兄弟的意思是害他 但是呢 神的意思是好一點 即是神不是要害他 就看得到他發生不好的事 而不是神做的 而是人做的 即是說 我會去研究 傳本聖經去找 不同的經文去找 要找到一個答案 那這種精神 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學的 那我呢 也有時發現 有些很錯誤的教導 是在基督徒的群體 我完全不是想攻擊的 我只是說 有些群體他們會 按照人的意思 就有些結論 是聖經沒有說到的 那我們要學一件事 就是 我們所有的教導 是由聖經來拿出來的 這樣的時候 就是肯定 即是肯定是神的說話 就不是人的說話 有些教導 你可以這樣說 即是說 聖經沒有說 不過觀念有 我們應用是可以的 譬如聖經沒有主學 你不一定要有主學 我才會做主學 我們就會知道 聖經是想人查聖經 聖經是想人家去 教導小孩子 或者教導成年人 所以有主學 是合乎聖經的教導 雖然聖經沒有說 我們可以跟從 所以這樣跟從是可以的 但是有時候有些人 會有兩種極端 一種極端 就是很多教導 是聖經沒有說的 而是肯定的 有時候有些人 我覺得他沒有害 我就會參考 可能有幫助 即是我會參考 如果他稍為有些問題 我就會不做 現在我發現有些教導 就是怎樣 是聖經 即是跟聖經有直接抵觸 但是有些人依然是跟從的 這些教導是會有問題的 例如我 這個可能有一個人的誤會 我現在講的例子 就是我們對於查經 言經的態度 曾經有一個人 他跟我聊天 他就說 有一個人教導 就說 你奉耶穌的名求什麼都行 他說 所有的指揮你有信心 全部都是找到丈夫 他就抓緊這個 到底這個人 沒有這樣說 是他這樣解釋 還是真的那個人這樣說 我不知道 所以 事實上很多姐妹沒有找到丈夫 他就說 他沒有信心 好了 接著他就說 我很有信心地求 但我始終沒有男朋友 沒有丈夫 所以我現在開始懷疑神了 我就覺得這個教導 真是很有問題 就是 將聖經去push到一個程度 就是說 就是 任何的情 我想要的東西 我想得到丈夫 我想得到什麼什麼 我如果有信心 我就會得到 有些人可能會這樣說 變成一個錯誤 因為聖經是說 有些人得不到什麼 因為他網求 他網求 他不是按照神的 是心意祈求 這樣的時候 就變成 有些人是跟聖經的抵觸 而跟從的 我們就要小心分辨 今天我們看幾個經文 是說到有不同的角度 神參與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亦都看到罪、邪靈的參與 我們就想大家找一個 即是將那些經文找一個位置 到底我們可以怎樣解釋這些經文 我們一起讀先 《約翁福音》十六章八節 這就是寶慧斯的上文說 寶慧斯就是聖靈的意思 寶慧斯本身就是 輔導者、幫助者的意思 好,一起讀一下 哈記六章 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襲備自己 這裡就說到聖靈來 就會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襲備自己 這個呢 如果我說完答案 你不用想的 問題就是 為何他會襲備自己 聖靈的參與是什麼 我現在提出問題 聖靈來到就會叫世人 他就會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襲備自己 那這個襲備是怎樣來的呢 聖靈如何參與呢 就是我想你討論的問題 聖靈是怎樣做功 以至人會去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襲備自己 發生什麼事呢 第二個經文 聖靈多前章十二章三節 所以我告訴你們 被神的靈感動的 不會有說耶穌是可奏座的 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 也沒有能說耶穌是主的 這裡講到 被神的靈感動不會說耶穌是可奏座的 如果是有耶穌的人 不會說耶穌是可奏座的 另一句是更加重要的 如果不是被聖靈感動 不會說耶穌是主的 一定是有聖靈感動 他才會說耶穌是主的 好了 到底裡面發生什麼事呢 為什麼他會稱耶穌為主 我們稱耶穌為主 我們覺得是我們自己稱的 主耶穌是你說的 不是聖靈代理說的 那怎樣聖靈感動你去說呢 到底神和人的工作是怎樣參與的 你拿到我的意思嗎 你信耶穌的時候 是你信還是聖靈信呢 是你信的 你認罪的時候是你信 你認罪因為聖靈認罪 但是聖靈如何參與 你的裡面 就是怎樣參與 你的心到底是 譬如船有摩打 摩打推就船 是吧 那你的心 是什麼推動你 是怎樣運行的 因為你有你的意志 是吧 那你又不是聽完 有時候 應該是最好聽完神話 不過的確有些人 又不是聽完神的話 那神有感動 那到底是怎樣運作的呢 就是我想大家去思想這個問題 好了 第三個經文 《菲律比書2章13》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們身裏運行》 《唯要成就他的美意》 那這個呢 就說到人立志立 即是立心要做一件事 和走出來 立心和走出來 都是神在身裏運行 為了成就他的美意 即是他會決定 你今天會決定來 那你說明明是我決定來的 初頭還沒簽名 後來我還是想想想都來了 那麼呢 是 聖靈感動是怎樣發生的呢 即是 即是你覺得是你決定 初頭你可能 即是我假設的例子 本來你初頭打算是 不如今天休假一天 打算去做某些事 那後來呢 聖靈感動你 然後你怎樣運 即是怎樣神在裡面運行 即是怎樣運行 這裏有個字眼就是運行 是吧 又說到運行 神是怎樣運行的 其實上面也有說到運行 是感動的 是吧 馬太十六章二十三節 耶穌主我來對彼得船 撒但去我後面去怕 你是伴我腳的 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 只體貼人的意思 這裏呢 就說到當彼得叫耶穌 不能在十字間的時候 耶穌就跟他說 撒但退我後面去怕 這裏呢 就變成了 就不是神參與了 這個就是誰參與 撒但在參與 影響著他 到底我們的心 是否兩道門 一 聖靈又入得 邪靈又入得 如何運作呢 即是大家去分析了解 可能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想起一個經文 大家的手機都可以搜尋經文 如果你不懂 可以問旁邊那個 搜尋 有一個經文 我想起某一個字 兩個字 搜尋 你可以找到 找到一個字 到底那個經文怎麼說呢 將它放在一起去研究 這個是我常常做的 譬如說 關於基督圖應該遵從神 我是在聖經搜尋了很多經文 從創世紀到啟事錄 一邊全部找 即是有些題目 以前那個時候 不是好像現在用電腦 我是用人手的 是用那些聖經類篇 一本書這樣貼來看 串珠 又不是串珠 串珠不是全部裂了 它將全部有那個詞 全部裂了出來 它又不是裂了整句 它裂了一句句 你看看看看看看 這樣一整句 就是那個時候 我是用很長的時間要演講 好了 《江例泰書》5.17節 一起読 因為情慾我聖靈相爭 聖靈我情慾相爭 此兩個是彼此相敵 此念繞不難做 所以亦以做的 那這個兩章 這就講到了 情慾和聖靈在那裡相爭 聖靈又情慾相爭 這兩個彼此相敵 這裏所有的鍵詞和重點字 可以鑒住它的重點字 使你不能做所願意 有一個相關的經文就是羅馬書七章說 《立志為善,何得我,只是行出來,何得我》 裡面有一個想法,想做好時有一個罪的論在影響它 我想大家討論這幾個經文 我想大家分開三個三個一組 我說完討論什麼先前,現在不要行動 三個三個一組 最好三個不要三個都是信主沒多久 認識聖經不是那麼多 三個你發覺你那組好像弱一些 那你就找一提這組 而你那組三個都很穩定 聖經熟得不得了 那你就不要三個坐在一起 大家試一下怎麼做 那我們做什麼呢? 好,安靜,安靜 那我們要在這個經文裡面研究什麼呢? 就是一方面從經文,一方面從我們的經驗 到底神是怎樣運作在我們裡面的? 即是怎樣運作,他怎樣會在我們裡面感動 怎樣運行,怎樣叫我們立志行事 是怎樣運行的? 那你可能會有其他聖經的經文去想到 有些什麼經文呢? 可能是會給你一些線索 亦可以分享實際上神是怎樣做功 然後你又去了解一下邪靈是怎樣做功 情慾是怎樣做功 然後你怎樣可以順復聖靈的聲音 怎樣不順復情慾的聲音和魔鬼的聲音 即是分別他們是怎樣運作 以及我們怎樣不讓他邪靈和情慾影響 而怎樣給神影響 以及人的本性 我們發覺我們有一個本性在那裡 有時候為什麼不肯聽話呢? 是本性不肯聽話,不是嗎? 人不肯聽話 那這件事怎樣搞呢? 即是這幾件事在運行中 我們的自我怎樣在這三件事的影響之下 即是你站在中間好像三件事在拔你 在這裏感動你 三個聲音在跟你說話 那你怎樣去順復而怎樣去處理這些 那我就想大家 一方面就是怎樣運作一個理論 即是好像由聖經的經文 以及由我們個人的經歷去找出到底是怎樣的 有時有些經文 有些是你可以由聖經支持到的理論 那就最好 有時有些我們不能夠肯定 不過由聖經是應該有這樣的方法 即是你要分辨你所下的結論是什麼結論 譬如我講講在神學上下結論有幾種 第一種就是教義 教義是要有很多經文 很清楚解釋到的這些是教義 譬如是救恩、基督徒的成長 聖經是有很多經文講完 怎樣做、怎樣得救、怎樣成長 這些是講完的 這些是教義 另外有些我們不會列為教義的 是聖經裡面我們可以達到的結論 譬如有不同的人對於不同的事情 在聖經裡面看到 是不能夠一個很肯定的答案 但也有不同的可能性 譬如有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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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和那個賊公 今天你要和他們落格去 譬如有說 譬如有說到 所以對於 那耶穌死後 是怎樣狀況呢 有兩種看法 有一種看法 一種看法 是 基督徒靈門上了天堂 等候抑我們的身體復活 回下來 另一種看法是靈魂在睡覺 這個比較多人在看聖經來說 覺得不是在睡覺 這個睡覺只是指到身體睡覺 但當你加入一個教會 他不會叫你簽名 你是不是相信我們 有很多教義 而我們不是教義 而是有很多在聖經裡達到的結論 例如另一個討論的問題 到底審判的時候 基督徒所犯的罪是否全部封出來 還是全部不再紀念 正經有講到 頭於深海踏在腳下 東尼西有多遠 距離海也有多遠 因為講完之後才審判 你可以聽到一些經文說 凡人所說的閒話 必須要句句封出來 但也講到是不再紀念 又踏在腳下 所以當我們這樣看的時候 到底審判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 但是逐個人將他所有一生的討論出來 是沒有一個肯定的答案 所以在所有教會的教義 不會審完 在基督徒所犯的罪 是會巨巨公出來 還是 耶穌就說 你全部的罪全面了 就只是那些好行為的紀念 我們當然喜歡 對於靈界的東西 到底是怎樣的 我們有些不太肯定的地方 我們在聖經可以研究 可以達到某些結論 這些我們不會列為教義 因為它不是最肯定的 但是這個會幫助我們的 譬如這個會幫助我們的 會幫助我們去分別 這件事到底 是否聖經會支持是這樣的 聖經會支持是這樣的 在聖經裡面 譬如關於千禧連國 到底是怎樣的 實際上是有困難 雖然我自己是有很清晰的 我覺得是有清晰的解釋 但是依然是有一些 有一個位置是不太清晰的 關於簡選 也是有清晰的位 和不是最清晰的位 這些我們正在講簡選 的確有講簡選 但是裡面的細節 我們不是全部都知道 所以在那些位置上 我們就不會列為教義 教義一定是有很清晰的經文 講出來 而通常來說 對於我們的信仰是最重要的 我們就列為教義 而我們也有很多 我們會研究 譬如這裡 到底神在我們身邊 運行呢 我們去研究去了解 了解出來 就不會放在教義裡面 但這個是幫助我們 跟神的關係 幫助我們處理生命 在聖經裡面 即是說聖經沒有把所有的真理 全部都說出來 天堂是怎樣 沒有說出來的 但我們可以去 用聖經去找到 去形容天堂 可能形到某個程度是準確的 但再過 可能是一種虛側 我們不能夠肯定 因為聖經講到 受到之物 都等候得熟的日子 跟我們一起 分享神而女自由的榮耀 我們有一次查過這個 他們都可以跟我們一起 分享神而女自由的榮耀 那你就會問這個問題 在敬拜的時候 動物在我們旁邊 我們在敬拜 即是我們不會達到這個結論 我們不知是怎樣 我們不需要達到這個結論 到底天堂是怎樣 我們不需要達到這個結論 但是我們 聖經裡面 是有的而且確講到 受到之物都等候 和我們分享這個榮耀 但我們去了解聖經 也確實對於我們的認識神 認識神的運作是有幫助的 所以我們今次會研究這些 去了解更多聖經的解釋 有幾個問題 如果我簡單地說 第一個問題就是 到底神是怎樣運作 我們既然有我們自己的自我 我們有時候覺得是我決定的 到底神是怎樣運作的呢 明明我決定今天來 有很多人覺得我華信主 到底聖靈的感動是怎樣發生的呢 我和聖靈的工作是怎樣合在一起的 是怎樣運作的 而第二就是邪靈和罪 情慾是怎樣運作的 然後我們怎樣處理這個實際 怎樣處理聖靈的感動 和處理情慾和邪靈的感動 第一他們是怎樣運作的 總之聖靈的工作是怎樣在我們裏面做的事 聖經又說我們是神運行 叫我們立志行事 但是又看一件事 有一個問題就是 是否所有立志都是神造工呢 肯定不是 因為比特的例子就不是 當比特叫耶穌不要去聖十字架 這個決定肯定不是聖靈運行 所以有些的立志就是聖靈運行 有些做的就是聖靈運行 有些就不是的 那我們怎樣去分辨呢 拿不拿到嗎 大家拿不拿到嗎 拿不到 所以要討論 第一件事是神怎樣運作 聖靈怎樣運作 第二件事是神怎樣運作 第二件事是神怎樣運作 聽聽聽說 是這個我和聖靈 這兩個是怎樣 interact 怎樣運作的 明明是你立志 但是為何是神立志 神感動你立志 在裡面運行 怎樣運作的 那你由這些經文和其他經文去討論 亦都可以由你個人的經驗去討論 去明白這件事 第一就是這個聖靈 還有這裡講到有叫我們知序 叫我們信主 和我們立志行事是怎樣運作的 然後就是邪靈和情慾是怎樣運作的 第一就是怎樣運作 以及那個關係是怎樣的 而第二就是我們怎樣處理這些 聖靈給我們感動和邪靈和情慾 大家看不看得到 第一就是它怎樣運作 在我們裡面 這個我和聖靈怎樣交流 怎樣運作的 有些聖靈是有很清晰的教導的 亦都由我們個人經驗裡面 你是可以講得出 即是如果你覺得 我很難去進入一種很高度的思考 那你就由你的個人經驗去分享 另外補充的經文就是以不所書 一章二節 就講到 現今在伏逆之子 心中運行的邪靈 就是講到原來邪靈 其實就在不信的人當中在運行 即是不信的人就有邪靈運行 這個問題就是這樣 運行是否代表邪靈充滿 邪靈負體呢 這個又未必 因為邪靈負體 邪靈有一個特色 和聖靈不同 邪靈的特色就是它是控制的 邪靈是控制的 神就是感動 雖然在聖靈充滿的時候 這個人很澎湃 他會大笑大笑 但他都可以按制 他可以收制 而他繼續聖靈充滿的時候 通常都不會失控 根本在他初經歷的時候 有時候好像失控 但其實他都可以自願性去停止 即是說 神本身是給人有自由的 所以去天堂是自由的 雖然人是會很自願地跟從神 但魔鬼是不同的 就是會控制的 所以大家會看到 譬如家裡不能吵架 為什麼呢 因為家裡有很多魔鬼的作為 魔鬼的性格 當人被魔鬼影響 他就會常常想控制 想罵人 想要人 什麼 這就是魔鬼的特色 先說到 在佈奕之子 心中運行的邪靈 到底 運行的邪靈是 邪靈附體 因為影響 有不同的 附體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的確見過很多人 有邪靈附體 去到什麼程度呢 他會說話說不到 跟我們祈禱 祈禱不做不到 身體會受控制 即一說邪靈 立即有反應 有些人入口 有些人嚴重 甚至無法上班 他經常被鬼控制 那種情況 有些嚴重的情況 這就是邪靈附體 而且很多人 沒有信耶穌 都不是邪靈附體到那個程度 即是 完全失控 那種程度 就是他連他的意志 和身體都被邪靈掌管 入到這個程度 但所有人 未信耶穌 他的思想 意志 其實是被魔鬼影響 但亦都影響各個不同 譬如有些人 很明顯 那些怒氣 掌管得很厲害 負面情緒 掌管得很厲害 他的罪性 掌管得很厲害 亦都看到 那些人 當他犯罪得多 他那種罪性更加強 他那種失控的程度 更加強 他那種要掌控人的心 亦都更加強 即是 原來未信耶穌的時候 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我再問的問題 就是 到底我們是否封閉的系統 即是 我們這個人 是否和我們的靈 和邪靈和聖靈 是否好像隔開 其實根據這個經文 什麼時候都不是封閉的 即是完全都是疏通的 即是通閉的 未信的時候 就邪靈進去 不過進去的程度 未必是很強 即是有些強 有些沒有那麼強 但始終他是 請說 死在罪惡破犯之中 即是他的確是被魔鬼控制 不過控制 有些去到身體 和他的意志都受影響 有些只是他的思想 在罪性裡面 好了 當他信耶穌之後 聖靈又可以進去他裡面 影響他 所以聖經裡面講到的經文 就是 聖靈來到 要叫他為罪為義為審 他自己雜憐自己 很多人都有這個經歷 其實這兩個經文 有限福音十六章八節 和高林多慈珠十二章三節 是幫助我們告訴大家 看你得不得救 為什麼呢 若然福音十六章八節 就是當人如果經常都會知罪 知道我現在犯罪了 聖靈感動他 他會想離聚 就證明他是有神 聖靈住在他裡面 而且他會時時都 拔著耶穌 那種和晚太七章十一節不同 七章十一節就是 稱呼我主下主有的人 巴拿刀都進天外圍 進行我天父子的先能信律 即是他們說信耶穌 不過夫叫耶穌 但他未必真的被耶穌掌管 有些人說信耶穌 他未必被耶穌掌管 但這裏所說 如果不是聖靈感動 有些人說信耶穌是主 就是說他真的被耶穌掌管 那些人 就是聖靈感動他之罪 我們發覺這件事是真實的 我們珍信耶穌的人 時時都會覺得 我已經有罪了 我會悔改 同時裡面有一種心 我要捉住耶穌 我不要離開耶穌 我想跟隨耶穌 即是當你一信主 有聽耶穌的話 聖靈就有通道了 所以這個通道 你可以形容它 好像有些人說 靈界的人覺得很負面 靈界的門很負面 但亦都可以正面 因為都是神通進入這個人的裡面 即是他可以走有個通道 不過這個又有程度 因為有些人 他們是跟神的聖靈那種通的程度很高度 即是可以領受儀仗 儀夢 或者意念 有些人都以為是完全道 所以他經常會收到神的信息 很快很容易 他都對人的靈很敏感 即是他會感受到人的靈 即是說那個通道是去到一個高度的程度 如果我認同一個人的靈 如果我認同一個人的靈 他的靈好像跟那個人可以在那裡參與 即是他可以感受到他的靈 即是有些少好像聖靈也會進去的裡面 因為聖靈進去告訴王全露 我不知道是怎樣 有可能性就是 聖靈進去就把信息告訴王全露 但也不要緊 總之是會相通的 讓我們看到原來我們那種 和神的相通程度是很高度 而和神相通也都當然有程度 有些人在哥林多前書六章十七節說到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即是與主成為一靈 他就有一個很高度 即是可以有高度的相通 或者僅僅相通 即有些人僅僅和神相通 所以我們每個和神的相通是有程度的 其實我借孫所說的 雖然是有一個理論 但喬佛都有經文 有經文支持 即是好像聖會記上十章和十九章 講到那些先知門徒 他們如何與神相通 以至聖靈在運行 聖靈運行的程度 當喬佬一理 聖靈便可以立即去感動他 即是那種相通程度 看得到很高度 當我們知道這件事對我們有什麼幫助 其實第一是知道原來 譬如一犯罪或被魔鬼留地 好像彼得 他一叫耶穌不要去耶路撒冷 他便立即被魔鬼留地 即魔鬼立即去影響他 而聖靈運也說 信約情慾殺種 必從情慾收牌 信約情慾殺種 便被情慾影響我們 亦被魔鬼留地 便影響我們 即是我們不要想到 我們這麽封閉的系統 其實是很開通的 當一犯罪 魔鬼便很自由去影響他 他亦受到魔鬼影響 然後當他聽神的話 你越清晾神 就發覺聖靈的工作 就越通透 越快之罪 越用靈土的 就越是聖靈充滿 越容易被聖靈感動 這就給我們一些提示 就是什麼 千萬不要 隨意犯罪 覺得不要緊 他一定有後果 因為聖靈是很通透的 所以當你的心 譬如你家裡 狐狐在生氣 發脾氣 情緒影響 負面 想起別人 埋怨 很多人都覺得不要緊 其實當時 被魔鬼自由通透 進去 其實你都會發覺 如果有些人每天都是這樣 他真的犯罪很容易 他自己都不自覺 基督徒都一樣有 很不自覺地 很容易犯罪 而同時 當這個人真的很親近神 聖靈可以影響他 但我們都經常發覺 一個原理是 在普通情況是真的 在神的境界都是真的 就是 建立就困難 拆位就容易 即是你被魔鬼入 一下子就不可以入 你想被聖靈充滿 是需要付出代價 處理生命 才能被聖靈充滿 所以這個 在教導來說 其實可以有很多經文去支持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把我剛剛所說的 可以寫出來 找聖經去支持 因為聖經的一個 不像我們三方八道 找聖經去支持 而是 這件事 就是一個 讓我們明白 我們和神的關係 和邪靈可能有的關係 是幫助我們認識 我們和靈界的關係 這是對於我們屬靈有幫助 不是單單去找些事情去想 這對於我們屬靈上很大的鼓勵 就是犯罪 或者持續在罪中的破壞性 然後親近神 讓神的靈魂在我們裡面的 那種益處和幫助和力量 為什麼這麼多人這麼沒有力量 就是因為他和神的關係 不是那麼通 所以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我們能夠和神的靈很自由通 那你就經常在一個喜樂狀態 如果你發覺你平日都是煩惱多 負面多 想世界的多 情慾的事多 即是你的生命已經被邪靈很容易影響到 即未必是邪靈附體 總之影響到他 所以這給我們提醒 活在罪中必有罪的後果 順弱情慾殺種必從情慾收敗壞 但如果順弱聖靈殺種 必從聖靈修永生 所以這些經文讓我們看到 原來神 魔鬼可以參與神 可以參與這麼高的程度 亦都去到的程度就是 立之行事 也有程度 有些人 他一想到 都是祝福的 有些人在想 那些人真壞 那些人真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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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一想到 就想這些 他裡面是比邪靈的影響多 他罪性的影響多 但有些人一想到 總是祝福的 他有困難 好 我們怎樣幫他 他不好 他對我們不好 我們怎樣幫他 總是用正面的方向來祝福人 這就是聖靈很隨時 進去成為他習慣 他一反應 已經是聖靈的反應 不是好像聖靈的反應 當我們了解的時候 我們就問自己 我到底是甚麼狀況呢 我可以給神更大的充滅 更大影響我們呢 我們說 情慾和邪靈 這是怎樣分界 比較難分辨的 其實當你在情慾裡 邪靈就運作 但是 如果邪靈很強 你就很容易看到 因為你很明顯看到 邪靈的工作 但是 情慾和邪靈 是否一定成正比例 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敢說 但一定會有 我們不敢說